美國孔孟協會將會舉行2015年春季學術研討會《生命的奧秘》 今次研討會由孔憲趙醫學博士主港 和大家共同探討人類基因等生命的奧妙深入淺出的否釋 在美國孔孟學會今日舉辦的演講裏 主港人黃才貴討論了他所主張的讀經教育 所謂讀經教育就是閱讀經典文學的教育方式 被譽為全球讀經推廣第一人的黃才貴認為 每個民族在他們歷史上都有公認的經書 比如中國的四書五經 印度的佛典 西方的聖經都是 但是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之下 中國人認為如果想要西化 就必須捨棄傳統 因此教育上就以白話文為主 而黃才貴認為白話文令到中國人喪失了閱讀古文經典的能力 更不用了解其中的意思 自此中華文化的傳承出現了很大的斷層 所以十三歲之內本來應該把一輩子要用的語文能力都給予 而一個中國人他一輩子需要的語文能力是什麼呢 就是能夠讀經史自己 因為經史自己才代表中國的智慧 另外黃才貴還表示 台灣或者中國大陸的教育理論模仿西方太多 其教育方式以兒童的理解力發展過程為主 這個觀念就是不應該教兒童所不能夠理解的內容 他認為這種理論完全忽視了對記憶能力的開發 如果兒童可以在黃金時期接觸有意義 有價值的書籍 不單止可以增長他們的記憶力 在意志力 價值觀以及品德方面都會有所成長 天拿衛視記者孟子民採訪報導 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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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